因令严峻的疫情 县府也积极成立社区筛检站 来落实防疫保障民众的健康 在6月10至12号三天 县府也在竹山镇烟草站 沙东宫及伍德宫进行 县院参门儿也请民众 若有与确诊者足迹时间重叠 或是疑似症状者都能够前往快筛 近期的新冠肺炎COVID-19 还是一样相当的严重 那我们现在在竹山的部分 6月10号11号 是在下午的2点到5点 竹山的烟草站 以及严品的沙东宫设有快筛站 那12号是从9点早上到12点 设了的伍德宫 这三个地方我们有设快筛站 希望说有重叠的足迹 或者是有一些症状的显现的人 我们尽快到这三个地方来快筛 鲜云有好感谢县府办理社区筛检站的用心 并指出在中央尚未能有效控管疫情之前 民众除了配合防疫政策做好卫生安全管理之外 最重要的还是能够有进行快筛的机会 才能确保自身健康安全 所以也请民众能够利用社区筛检站的活动时间 前往进行筛检 现在的话因为疫情来讲的话持续延距 我们看到中央的话 他们现在来讲 把这个所谓的 校正回归的数字全部都隐匿起来 那所以说现在许多的民众 还是要尽快去做一个筛检 那才能够确保 他是不是有在足迹所经过的 这个确认者中 需要有这个感染的风险 民众如果有觉得 身体感觉起来有点发烧 或是有点比较不放心的一个状况 那就建议可以把握 这次社区快筛的服务 还进行一个快筛检测 那对于自己也会比较放心 医长上风也呼吁民众 若有确诊者足迹时间重叠 或是身体有疑似症状 都能够前往社区筛检站进行快筛 以确保自身健康安全 并协助防疫工作的执行 记者卢宜凯 竹山采访报道 明镜需要 calidad于执行